三十五年以当今穿口而过 患者九死一生 我到过去一看 我自己想了就没救了 钢筋已经穿了 够了 你给我拔还不要去 要拔就可能要死 好多医院不敢接 我要提醒 二十五小时长途爬射 一千八百公里生死成就 钢筋穿过太阳穴 左眼前突 右眼塌陷 如果是查这个医务时间长了 组织血管的直接损伤 直接危害到什么种 眼前的事件 伴随它逐渐衰弱的声音 一步步陷入黑暗 左眼是一个 直出的一个情况 右眼就没法查了 为何这根钢筋 会横穿坏者的投入 那一级生命 在此之前 又发生了怎样 不为人知的惊险 我说求求你 我确实没有路科走了 神经外科 面科 耳鼻喉科 联合上阵手术 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 多科事件 最终能否意外狂澜 9月5至凌晨4点38分 一辆救护车 驶进了北京同仁医院的急诊室 短短一分半后 一个脸部受到离奇伤害的患者 被家属急匆匆地推了进来 然后时间是比较长 因为当时我接诊的时候 就已经45小时了 所以一个义务 长期的滞留在人体里 他的感染肯定会相当重 48小时感染提现 已经远接 如果还不将钢筋爬出 患者再接难逃 患者是谁 为何受到如此重伤 来不及多想 明医生和值班护士 第一时间为伤者建立静脉通道 同时监测生命体征 给予抗感染 午夜等紧急抢救措施 故故的检查 左眼是一个突出的一个情况 右眼就没法查了 因为已经是一个凹陷的一个状态 这根钢筋 从患者左侧太阳穴插入 穿过头骨 鼻骨 直接在右侧颧骨顶出一个大包 将患者的左眼顶了起来 又将右眼压在了下 眼下患者的眼球和鼻子 能不能保住 还是未知数 重要的是要竭尽全意 保住患者的生命 钢筋有没有伤到 他的重要的动脉 这个不好说 在没有掌握 他这个具体情况的情况下 给他拔出来 是有可能造成大出血 危机生命了 由于这根钢筋 几乎横穿了整个头部 颅底井内动脉 有无损伤 有无脑极业漏 这些致命信息 仅靠急诊检查 很难判断 在眼眶里跟离视眼睛很接近 你看 这非常近了 也就是有两三个 眼科 这是鼻科 这是口腔 障面外科 这是障面外科 第一步先把衣物取出来 因为它是从左侧进去的 所以我们从左侧慢慢给它退出 拔出来钢筋以后 同时呢 我们颅底的这些脑组织和硬脑膜也要进行 另外 通过片子大致可以看到 钢筋距离井内动脉 只远不到一厘米 距离视神经不到三毫米 稍有差池 患者将万节 上午十点零六分 患者和夺命的穿炉钢筋一起 被推进了手术室 由神经外科 眼科和耳鼻喉科 组成的手术团队 也已经准备完毕 手术台上 这个长约三十五厘米的夺命罗文钢 已经摆在了医生们的面前 能否让他安然的从脑中拔出来 是在场所有医生要面临的最大难题 与此同时 营绕在所有人心里的一个疑问 还是没有解开 这个患者到底是谁 这根罗文钢 为何会狠狠地横插患者头部的呢 根据家人了解 患者叫吴盈福 今年三十九岁 是重庆的某建筑工地 一名建筑工人 那天早上跟他一起上工的行李洗目睹了一切 吴盈福从两米多高的地方下落的时候 地面上恰巧竖立着树根拇指粗的罗文钢 下落时的巨大冲击力 并其中一根钢筋 整对着吴某头部左侧太阳穴直穿炉内 经左眼眶鼻腔右眼眶最后把右侧颧骨顶出个大包 但是由于声势太重 很多医院都无力接受 干脆 咱别进行安城了 咱直接去北京吧 他都爽了 这个去北京是我下的主意 就这一下了 死活就这一下 当救护车带着疲惫一群人 辗转抵达北京同龙医院急诊科室 距离车内吴云符被钢筋穿炉 已经过去了四十六个小时 颠簸的长途跋涉 炎热的天气 钢筋穿刺的伤口局部 已经渗出浓性分泌物 叔 把我眼睛保一个求求医生 我就快哭了 他不是我亲生 是他 那回我心酸 你说命都保不住了 不你 你干嘛 不给你们负担 任何条件我都打赢 任何字 任何责任都在我身上 记得就好 你只要记得 我一家子人都感谢你 感谢你们医院 要是今天 手术失败 就说手术失败 人也就行 要是死了 一句话就行 自时此刻 手术室内正经历着惊心动魄的生死一刻 神经外科作为第一体重 要将夺命钢筋拔出来 首先 李勇医生将伤者的头部固定 康军主任用手术刀切除右拳部被钢筋顶起而局部坏死的皮园 封军钢筋 尝试钢筋 尝试钢筋是否可以轻微松断 虽然在数前的检查中 钢筋没有破坏到血管 但是距离血管也就不到一厘米 拔出的钢筋 稍有偏差 就会造成难以挽救的结果 神经外科的医生们一边监测 通过瞳孔变化 一边用手一点一点的将钢筋 轻轻沿刺入轨迹 原路慢慢去除 手术室内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一边神经外科的张家亮主任 手握钢筋 一点一点 一毫米一毫米的往外拔 另外一边 眼科的真心主任用力摩管顶住钢筋 一方面可以帮助爬出钢筋 另一方面 用眼油管里的水 反复清洗爐内的伤口 最大限度的建议 事后感染了一切 请问你们 我能走吗 跟着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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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厘米长 对面部产生的破坏难以估认 我眼的它 好点是 从而看 果然,医生们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另一件棘手的问题就摆在了他们面前 由于钢筋在插入前就已经生锈 对伤口将会有非常高的感染风险 不仅如此,患者的面部、眼眶、鼻腔、颅骨等多处发生骨折 是神经也可能遭受了损伤 耳鼻喉咳的王杰医生已经准备就许 他用最先进的仪器探测无音符的鼻腔内的损伤程度 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 由于这根钢筋已经穿过了双侧鼻腔 医生将伤口清理之后 就需要用专用纱布将破损的部位暂时填充上 为二期手术赢得治疗时间 有棉签了,上个棉签有吗? 在所有青窗工作结束后 医生们用最快的速度将无音符的右颧骨下颜检除皮肤缺损功能 与此同时,眼科医生激励检查无音符的眼底,眼肌的损伤情况 最后一关,要探查硬脑膜外露情况下是否有脑脊叶露出 下午1点25分,无音符被推出了手续室 好辣 坐啊 现在妈对了,她没醒 她没醒,她没醒,她没醒,她没醒 她没醒,她没醒,她没醒,她没醒 她没醒,她没醒,她没醒 她没醒,她没醒,她没醒 她没醒,她没醒,她没醒,她没醒 但是她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需要到重症监护室进行24小时术后监测 那一个袋就扔在床边已经了 她叫什么名啊? 这就是皮下引流 这两个都是吗? 对 反正这个生命没有啥最新的 现在不敢说 因为她感染之后,她可能还会加重 她有时候的细菌繁殖需要时间的 所以呢,她得观察 就是说手术是第一关 那算比较顺利过去了 好,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是成功了 是吧 这成功了 我知道她没成功 还对啦 谁还对啦 我没有继过北京 第二天一早 吴英福已经从重症监护室 转到了普通病房 老吴的命暂时保住了 他比命更看重的眼睛是否完好 是否能恢复视力呢 谁都不知道 早上一去看状态挺好的 50多个小时 然后突然间把这个解决了 他自己也非常高兴 恢复的也很深 见了家人 情绪上能稳定一些 让人倍感安慰的是 吴英福所在的建筑工地 重庆的陆桥公司 拿来了前期第一笔治疗费用 十万元 没算 公地老板打电话了 说 只要钱 马上少 你马上说 马上就转帐转过去 看这呗 眼睛活动比原来好了 我看起来光了 更让人惊喜的是 老吴的眼球没有受到太大破坏 看这几个了 看这几个了 这呢 都能看见 看见吗 能看见 你放在上面 我能看见 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这得一大大好 谢谢 能能起来活动吗 能 要不然你下来 走两步 我们看看 恢复的挺快的 走过去 再走过来 谢谢 谢谢 在这一次与死神的拉锯战中 医生们与穿炉钢筋抢夺生命 背后是患者家属给予医生最坚固可摧的信用 一个月后 吴云福将接受第二次手术 到时候 他的眼球就能恢复到正常的位置 就可以真正康复出院了 我干活从来不痛了 约上说是老天一定会让我一会 而这一切 铸就了这份最珍贵的生命之缘 2014年7月 在山东省辽城市清平镇的刘中村 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打破了村子里的宁静 平日里跟邻里相亲都相处得非常好的患者 竟然在十个月的女儿萱萱的身体里发现了十二根钢针 这十二根钢针分散在萱萱的左右两条大腿 屁股腹部等部位 而更加可怕的是其中五根钢针插入了他的肝脏 鼻脏和肾脏等重要的器官 此时的小萱萱 才刚刚十个月大 这样残酷的事实 一直让萱萱的父母都无法接受 他们心爱的女儿手无腹肌之力 却遭受了如此非人的恋 小萱萱无法用言语表达 只能用哭闹来诉说她的痛苦 究竟是谁会对年幼的萱萱如此狠毒的下手 在这背后拥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喜一经散播 在全村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种猜测争议笼罩着整个村床 邻居们说这一家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根本不存在仇人这一说法 也有人提醒过萱萱妈妈 是不是家里有人重男轻女 更有甚者怀疑到了萱萱的奶奶 奶奶的这种说法也得到了萱萱妈妈的证实 没有仇家不是他人所为 没有老旧观念也不是家人所为 那么这十二根钢针 也不可能是从天而降 凭空扎进孩子身体里的吧 究竟是什么人会真真想要了小熏熏的命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此时警方已经进入开始进行令乱正常 还来不及解开人们心头的种种疑问 摆在萱萱父母面前更加迫在眉睫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把女儿身体里 这十二个定时炸弹尽快排除 然而他们辗转多地均够手术无望 看不懂我看这里 我去一切的家都给走 如果这里说不行了他做简易 我去什么医院我去 你看他的梅兰 从来都是小小梅兰 都头来很喜欢睡了那样宝宝 没有 你怎么会喊来了 不要解决 抱着最后一切希望 他们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 比朝医生检查完熏熏的情况以后都感到极为震惊 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他不是在一个地方 他是有选择的 比如这扎一根那扎一根 当然感觉肯定就是个是个人为的 这十二根钢钢针 有四根位于臀部 大腿敌前表部 三根钢针扎进了他的腹腔和盆腔中 还有五根针扎进了萱萱的肝脏 皮脏肾脏和大肠等重要内脏器官 有一根是在肝脏的背膜下 还有一根是在肚脏上 还有一根在肾脏 这一根钢针 真真都扎在了重要的脏器官 让小萱萱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主要他是有内出血 出血然后再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大出血会有一些生命危险 那时候活体组织就不能损伤太大 大海捞灾嘛 手术必须立刻进行 但是要想一次把十二根钢针都取出来 难度可问是史无前例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这十二根钢针在小萱萱体面的位置 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小萱萱随时面临着致命的危险 而取针手术如同在大海中捞针 就要尽可能减小窗面 难度可下而知 趋异物不能说是你想 我一走又违想怎么着怎么着 那就是准啊精细啊 你不用说划一大口子上里边去豁了 无科的张学军主任 首先上台取针 前两根钢针分别位于小萱萱 左右两条大腿的外侧 医生在皮肤的表面就可以摸到针尖 按照超声定位医生又很快锁定了第三四根钢针的位置 按照超声定位医生又很快锁定了第三四根钢针的位置 在前表部位的四根钢针取出以后 湖外科主任张廷冲接着开始举扎入内脏里的钢针 这第五根钢针正好扎在了萱萱的肝脏上 而这第六根钢针扎在了萱萱的皮脏上 比如说难取的是这个 这个没有 这两个都没取过 此时此在场的十几名医生都紧绷着神经 一边做地钢确定下刀的位置 一边利用四枪镜来进行地坎式的搜索 你给它这么长的这个钢针 哪个手 鼠中的地钢显示 第七根钢针就位于大厂附近 但是医生用腹窃镜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又还有鱼在里面了 哎 还有几根呢 情急之下 医生只能在腹部切开一段落八厘米的小口 用指尖轻轻地摸索 突然张主任摸到了一个极力的物体 这第七根钢针 取出来的时候表面已经生锈了 而它恰好位于给大厂攻血的细膜血管上 如果再晚几天取出 后果不堪设想 学就是到那个尽心端 往心脏抖这个地方越抖越宽 身脏过去 你现在上了心脏去 我身脏长破了 害得就危险了 经验丰富的超村科主任贾力群 在术中准确定位 帮助医生又顺利地取出了第八和第九根钢针 现在手术只进行了短短的两个多小时 已经取出来九根钢针 在离希望越来越近的时候 也是所有人最害怕最紧张的时刻 剩下的三根钢针会顺利取出吗 大家都在祈祷秀小萱萱可以顺利闯过 这个本不应该发生的劫难 也更加希望那个狠毒的扎针之人紧早落网 紧接着手术刀又交给了密尿外科的张维平主任 他将要取下位于肾脏上的第十根钢针 十根钢针已经全都取出 可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胜利就在前方的时候 接下来这第十一根钢针却如同披上了隐形的外衣 小石 知道这儿有个实 但是找不着 定不下胃呢 摸也摸不着 招也招不着 翻覆几次吧 我们当时就怀疑就是前天晚上看的情况跟第二天手术的情况 就位置它就有变动 通过一晚上 这个针就是向中线移动了 数前的B超显示 这根针就位于脾脏的后方 但是数中却怎么也找不到 我实际上担心就是担心那个针 要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因为它是从后面扎到 几乎扎到前面了 就是把背阔机 1比1 甚至包括它底肌肌都扎破了 扎到肾曲周围 完全是在寄存中 听到医生的话 我们不寒而栗 扎针之人是用了多大的力气 才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害 而骄韧的小萱萱 又是经历了一场 怎样的痛苦挣扎 才撑到了今天 由于钢针的前面 又皮脏挡着 前方取针根本行不通 灵机移动嘛 我说你待在后边 你顶一下这个地儿 看看它能不能够了 两个顶尖医生同力合作 张维平主任用手指摸到钢针 从前往后顶着钢针走 张学军主任从背后看到了针间 用镊子快速将钢针取出 第十一根钢针取出以后 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 最后一根钢针 会与小萱萱的同步 医生首先要把腹部的伤口进行红合 然后给小萱萱翻个身 十二根钢针三个半小时的手术 九个科室的配合 最终完美地完成了这台 史无前例的手机 那个如果要取得的话 就是应许开刀取 不是像我们团队合作这么漂亮 做这么好的工作的时候 那应许呢起码很大 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这十二根钢针中 只有两根是我们家庭常见的绣花针 剩下的十根竟然全都是 半截的医用注射器针头 一走出手术室的门口 小萱萱的父母再也压抑不住 内心的情绪 晃生大哭起来 在这哭声里 既有对女儿的心疼 更有对犯罪嫌疑人的憎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山东辽城萱萱的老家 警方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小萱萱的舅妈有重大犯罪嫌疑 但是就在事件被公布于众的第三天 舅妈刘某竟然服用农药自杀了 家里还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女儿 至此整个案件以舅妈的离世 画上了令人痛心的句号 九个月以后 生命园记者再次来到了山东辽城 小萱萱的家中 现在萱萱已经一岁九个月大 能不能吃呀 咱咱也能好 看着眼前天真可爱无邪的小萱萱 怎么也不会想到哪段痛苦令人发指的经历 竟然就发生在她的身上 而她的痛苦与欢乐 煎熬与希望 都像一粒种子 种在亲人的心里 也种在了医生们的心里 眼前这个哭闹不停的男婴 只有一岁零三个月 他的头却有十五斤重 红围六十六年 几乎是成年人的两倍的 甚至头上的血管清晰可见 不仅如此 孩子已经没有了视觉和听力 再有几分钟 男婴就要被推进手术室 接受一次前所未有的开炉手术 男婴的头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 也许这是此生和儿子的最后一遍 8月1号这一天 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病房里 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这个长着巨大脑袋的小男孩 名叫曹高磊 今年才一岁零三个月 是整个病区里最小的病人 但却是情况最重的 小儿体重多少斤 23斤 磊磊的大脑袋整整有15斤 而磊磊全部体重也只有20斤 也就是说 她的头占了全身体重的四分之三 由于巨大头颅的压迫 磊磊完全不能自己翻身 每次移动都需要两个大人合力 小心翼翼 不仅如此 磊磊的头顶还有一条大约长10厘米的粗糕疤痕 在这个只有一岁零三个月的孩子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磊磊的家在河南南阳 她的爸爸曹喜果和妈妈都是南阳小学的教师 她有个姐姐今年五岁 磊磊的到来 无疑让这个家更添幸福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都在十个月前破碎了 在磊磊五个月大的时候 得了一种坏病 她的头开始莫名其妙地越长越大 我正是来到医院 他那个 接着一天就送了那个引流的手术 医院检查告知 磊磊的脑部产生了积水 必须要把积水排掉 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排掉积水后 磊磊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越来越严重 随着头颅的不断增长 孩子的视力和听力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小磊磊渐渐渐看不见爸爸妈妈 甚至听不到爸爸妈妈的声音 陷入了昏迷 磊磊的妈妈也因为不堪重负病倒了 小磊磊到底得了什么病 为何积水排了又涨 为何会看不到听不见 家人几经辗转 带着孩子去了几个医院 都说没办法 绝望的最后时刻 爸爸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 在三博脑科医院 为孩子争取最后的一线生计 刚到北京三博脑科医院 磊磊就马上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却让磊磊的家人倒吃一剂 磊磊十五斤的巨大头颅力 十分之九几乎全是水 整个大脑已经空了 而原有的脑组织也被积水挤压的 只剩下薄薄的一片 在核磊影响中 只看到磊磊的大脑深处 有一团模糊的东西 这团不明物质又是什么 这个病变点 是否就是磊磊脑内产生积水的 真正元寻 磊磊的小小生命 现在全靠大脑内 这片薄薄的脑组织维持 一定脑组织全部被积水推使 整个大脑并成一个空壳 即使手术也不能挽救 雷雷的生命 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排除积水 但是林主任对手术 却十分担忧 我们开大脑要把水换掉 那这个人因为脑子变得非常薄 非常薄了脑子一换掉 完了以后就刚才说了脑子就塌下来 磊磊大脑十分之九都是积水 这是林志雄主任首次遇到的棘手病例 因为绝大部分大家都劝他放弃 可能导致我手术下不了台 如果把水全放掉 相当于雷雷的大脑瞬间空了 没有原有基础的支撑 雷雷脑势随时都会面临塌陷的危险 一旦脑势塌陷 脑势周围的血管将会经不住压力而断裂 塌了多的话 那肌脑就湿了就出血了 你只看到血流过来 而不知道哪里你根本无法操作 你看那辈子多可怜 你一边真正的眼睛 一时又不知道要做两种 这是个生命 因为你生了他 你应该跟他分享那个快乐和痛快 跟他奶奶商量了吗 你再给孩子一次就有生命的机会吗 这天一大早 只有一岁三个月的雷雷就要接受第二次大手术 没有人知道这会是怎样的结果 爸爸紧紧抱着儿子 他害怕 害怕这是最后一次抱儿子 最后一次感受孩子的温度 一场拯救即将消失大脑的手术开始了 这是避免累累大脑变成空壳的唯一方法 必须抓紧时间奋力一搏 麻醉完毕后 就要先放掉累累脑中的积水 而第一个要面对的难题 也随之出现 小小弟们来 快点 经过半个小时的手术 从雷雷的脑袋里整整释放了三千毫升 相当于六斤重的基础 但是此时雷雷脑内的情况 却让林主任倒吃一击 原来在核磁中不能确定的不明物质 竟然是一个婴儿全兔大小般的肿瘤 这个肿瘤不偏不误 正好长在了负责人体脑部水路循环的枢纽上 人体大脑每天大约产生二百毫升的水 都是通过这个树脑 攻向脑内各个器官组织 器官组织在消化吸收 而正是因为这个肿瘤堵住了树脑 让雷雷的大脑每天产生的二百毫升水 无法吸收 并且源源不断地越积越动 这是雷雷变成大头娃娃 危及生命的真正元血 更糟糕的是 肿瘤又位于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的上方 这也是雷雷渐渐失去视觉和听觉的根本原因 做这个手术到底要不要跟他去做 不做他实路一条 他的父亲一直坚持要做 他的奶奶也坚持要做 就是说你什么样的结果他都能承受 因为不做白在你面前 民主人决定奉利一搏 要积水停止吞噬大脑内紧剩的脑组织 从现在开始 必须和时间赛跑 以防述中脑势突然塌陷 然而正当林主任准备玻璃 每类头部的这个致命肿瘤的时候 一个意外 让林主任把准备下刀的手又缩了回来 原来这个肿瘤 紧紧地包裹住脑内最大 也最重要的几根血管 非常靠近视觉神经 一旦在分离的过程中切到血管 蕾类将会永远地失去视觉 如果血管止血不止 血流量大 蕾类随时可能会死亡 这是林主任从医二十年 完全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如果说按数前推测 肿瘤是长在大血管上方的 手术风险是百分之六十 那么现在要切除这个 光阻住致命大血管的肿瘤 将是一项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手术还能进行吗 蕾类的幼小生命 还有被拯救的可能吗 孩子变小 但他有生命的权利 应该没事吧 我觉得这么多人都关心他 这么多人都来跟他加油 他不应该辜负大家 我希望他也坚强 思量再散 最终林主任还是决定 为了累累奋力一抹 手术视力的气氛 紧张到了极点 每一刀都和生命相似 经过五小时 医护人员竭尽全力的证据 这个在累累脑中的致命肿磨 终于被切除了 足足不离一场 肿瘤算是切除干净 然而手术还没有结束 把水排干的是为了切瘤子 最后还要一门灌 灌完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要让脑子飘火起 然后对脑子飘火 由于脑部产生病变 积水的肿瘤已经被切除 这些被中入的生命盐水 并不会影响大脑的正常工作 反而会慢慢的被脑组织消化吸收 帮助累累术后恢复 小草啊 你家里来来做活呢 牛子全部给你贴下来 手术结束 这个怎么就送话 这就是牛子 看到没有 手术过程是顺利的 知道吗 谢谢 属后的磊磊正在慢慢恢复 势力和天地也在一点一点恢复 现在磊磊的头已经从十五斤减少到八斤 小家伙明显比以前精神了许多 就连哭声也比以前大了 他的势力再一点点的恢复 也能听到父母说话的声音 奶奶你也立了大功了 你要不坚持的话 你要不坚持的话 也走到自己 这个从生肖就历经磨难的小家伙 到现在总算是能睡个安稳觉了 特别感谢生命员这个节目 那我相信通过这个节目 我能够让我远在他方的姐姐 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片段 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么多年 爸爸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你 想着你 爸爸年纪大了 特别希望姐姐能够看到 而且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看到 可以来山西来看一看爸爸 感恩 画面中的女孩名叫蒋妍 她要寻找的是十多年未见的姐姐 因为明天 她们身患癌症的父亲就要手术了 她盼望着十几年未见的姐姐 能来见父亲一面 实现父亲数前最大的心愿 而这很可能是父女三人在这世上的最后一面 然而无数次电话接通后 却始终没有应答 为何日思夜盼的女儿迟迟不接电话 是她换了号码还是另有隐情 父亲最后的心愿还有机会再实现吗 明天67岁的老蒋就要上手术台了 为了给父亲补价 小女儿一直陪在老蒋身边 我老爸没问题 最棒 没事 我相信 更相信咱们这个新医生 我们老蒋最棒 就是的 最棒 老蒋的小女儿蒋颜 才刚刚结婚五个月 外孙还没抱上 厄运就这样突然降临了 我心里好像有感应似的 我那一宿没睡觉 想来想去 我说这个病到底到什么程度 我说老蒋 你是最勇敢的 你是病魔的战神 我说咱们一定度过难关 你还没看到咱们小外孙 一个月前的体检中发现 老蒋的肾部长有一个肿瘤 经过检查 老蒋的肾肿瘤属于恶性 也就是肾癌 通过CT片可以看到 老蒋的肿瘤长得很深 如果不及时切除 错过手术的最佳时机 后期很可能通过血管和淋巴管 发生转移 扩散到全身各个器官 危及生命 眼下解救老蒋的最佳方式 就是切除肿瘤 保住肾脏 然而 由于老蒋年龄大 再加上有些高血压 如果直接开服手术 他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微疮腹腔镜手术 是老蒋活下去唯一的希望 这种手术对患者的创伤小 但是技术和难度 却远远高于开服 这对医生提出了 更高难度的要求 更棘手的是 老蒋的肿瘤长在肾门附近 靠近肾动脉 肾静脉及输妙网 一旦损伤到血管和排纹系统 老蒋的生命 就将积极克威 异常特殊的位置 给手术带来了极高的挑战 当地医院 对这项技术 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些手术我们 我们能做 但是对于 比较抗计圣蒙的 比较少大气的 比较生物的 我们还是有点难度 手术迫在眉睫 老蒋看似平静 内心却始终挂念着一个人 一个他十几年来都没有见过的亲人 原来老蒋在三十多年前 还有过一次婚姻 当年刚结婚不久的老蒋 远赴非洲原建铁路 一去就是好几年 聚少离多的婚姻 很快走到了尽头 而那一年 老蒋的大女儿才八岁 婚姻破裂对女儿的伤害 成了老蒋心中 永远的痛 这么多年了 我爸应该没有见过 除了就是可能在十几年以前吧 见过一次 我爸去找的我姐 这些年来 老蒋的大女儿 一直没有再和父亲联系过 只留下一个永远也打不通的手机号码 老蒋知道 也许是上一辈的过错 让大女儿伤心 但十几年来 老蒋却无时无刻 不惦记着大女儿 你不想也都不可能 他们可以不想 我肯定要想 任何一个生命都该被诊识 都要竭尽全力 考虑到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医生决定 请北京朝阳医院的行念曾院长来做这台难度超高的手术 此刻 行念曾医生正从北京飞过488公里的路程赶往进中 拯救生命 晚上六点 行念曾到达山西进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连口水都顾不上河 行念长立刻开始查看患者病情 她就回来了 我特别感谢你 我爸爸 然后那个山 你身际中那个人检查出来了 然后特别感谢 她心疾看得蛮等的 想凑合 是吧 太平准了一下 她过来开了 先的话找了一个 simples吧 可以说先的话 然后学校 学校 没事不用开 好 谢谢 太紧张 好 谢谢 手术在即 他多想再见见自己的大女儿 多想再听他叫一声爸爸 为了不让老蒋在手术前留有遗憾 我们再次试图拨通大女儿的电话 期望有人接听 打了好多次 电话虽然通了 但却始终无人接听 也许这注定是个遗憾 晚上八点 老蒋被推往手术室 直到手术前的最后一刻 老蒋日思夜想的大女儿 也没有出现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行念增需要将腹腔进行通过四个孔 伸入老蒋的腹腔内进行最精细的操作 老蒋的手术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术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阻断肾动 留给行念增的时间只有三十分钟 一旦超过三十分钟 患者的肾脏功能就会出现缩急 我相信邢教授 我也相信医院给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我真正希望的 是姐姐有机会能够看到 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么多年 爸爸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你 想着你 肿瘤被艰难地切除 但危险还远没有结束 行念增需要谨慎地缝合肾部的窗口 在脆弱的肾上穿针引线 每一步都是如鲤薄斌 你封完了以后 哪个地方没后好 小心翼翼地避开血管和其他各个器官组织 在如同踩着高敲般跳舞的腹腔镜下 行念增在阻断渗动脉后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内 就完成了肿瘤切除与缝合 肿瘤切除 那这点挺靠边 有点挺深的 没想象 想象得这么浅 一家家康 这是切的柳子 这脂肪 身上得下来没那么出血 挺好 挺身体的 挺好 挺好 没事 晚上十点半 手术结束 在老脚的腹部 仅仅留下了四个不到一厘米的小伤口 但医生却承担了相当高的手术风险 这更是行念增 行占医术的凝结 而今夜 对于行念增院长来说 手术还远远没有进手 凌晨十二点半 第二台手术开始 行念增再次披挂上阵 只要移上手术台 他的头脑就会立刻变得清晰 他行 就是说挺顺利的 也没出血 然后呢 明天就下场火 明天就下场溜达里的 有时候也感觉很有挑战性 也有急着出汗的时候 但是呢 能够把一个孙女手术做得很漂亮 是很悦悦的 从晚上六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 整整十二个小时 行念增在建筑市第一人民医院 完成了四台手术 然而这只是行念增支援夜地阴灵的一个小小缩影 他还在路上 始终在路上 在去挽救生命的路上 周日凌晨一点 行念增匆匆赶到银船 在这里 他要为了六位患者生命的延续 竭尽全力 到外地呢 也是帮着带外地的医生啊 来提高这方面的技术 通过一次次去给他们到手术去交流 提高了手术水平 治疗水平 以后呢 再遇到下风病人的 最长的真诚的希望这种合作能够持续下去 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指导 感谢行念增用自己的双手和精湛医术 拯救了十个人的生命 也给十个家庭带来了新生 我希望啊 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啊 不断的交流 这种现金的手术技术水平 医疗水平不断的提高 然后呢 使了卫星中文导致 这件事 我得有一个不断的影响 这情 我是一个剑客 多少次狭路相逃 多少次起死回生 有时也心差 有时也冒汗 但刀从未晃动 剑永不偏风